好期待已久的中秋连续假期就要到了 虽然今年没有办法在户外烤肉 但是宅在家照样可以好好慰绕五藏庙 营养师就教大家吃烤肉的时候的注意要点 以及开心吃又不怕胖的料理食谱 中秋节的三宝烤肉月饼柚子 真的都是热量偏高的饮食 不过玉璃医院营养师表示 一定要把握住中秋饮食原则就不会发胖 包括挑选纤维含量高 热量低以及分食或分次食用 并且不要将月饼取代正餐来食用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把月饼 可以把它分切 变成比较小块的部分 那每一个家人都只有吃一小小块 那大家分食的部分 也可以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那种感情的部分的一个融合 月饼属于高糖高油食物 享受美食之余 不妨与他人分享 选择低热量月饼并且搭配运动 而且常见的热量排行榜第一名的 就是广式月饼 它一个月饼大概有600到800大卡 大概我们吃了以后啊 有两碗到三碗的一个饭量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主食量 或者是油脂的部分 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些部分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 就不会吃到那么多的含糖 或者是油的部分 那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的月饼的部分 饮料的部分尽量搭配无糖饮品 请避免含糖的手摇饮料 以及可乐汽水等等 建议搭配无糖饮料 或者是白开水 才能吃的健康又不增加体重 记者高双双运动采访报道